比如事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收益比重增值百分之27.6% 超历史性高 还比如像绿色啊 健康啊 智能啊 国潮现在说的就是博货潮品 这些商品是备受盈赖 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汽车出口增长超过百分之五十 跨境电商出口增长百分之19.6% 都成为外贸增长的新颖评 新市外资企业数量增长是百分之39.7% 充分体现了外资分享中国市场基于的热情 还有一些取得了新增长新突破 比如完成事贸组织投资便利化协定 这也是中国在世贸组织天堂云领的首个重大议题 与尼加拉国等四个国家新签或升级自贸协定 发布关于加强数字和绿色领域 国际经贸合作的首个中华 得到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基金 今年的自信东国成为七十五周年 此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 完全一名商务部将坚持以 最近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件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二中全会军事 坚决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 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 扩大高速速度的开放 以上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的成效 为推动经济为生向好 推进中国社现代化现实 做出一切的货币 下面呢 我和我的同事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 谢谢 谢谢文科部长的介绍 下面我们进入提问凡 提问前还是请通报一下 好我们第一位举手 这边第二排这位男剧者 谢谢主持人 我是澎湃新闻记者 2023年 我的外贸新租客总额 达到了41.76万亿 感谢了小长的任性 我一几个普遍预测 2024年世界经贸大展 将给予更多的不确定性 那么请问您怎么看 2024年中国的外贸行政 商务部还将出台哪些政策措施 稳住外贸执行政 谢谢 这个成绩 应该说是来自不易 我们可以从三度温度来看 纵向来看 我们在2022年的这个高基础上 进出口规模 的风格比较稳定 现在可以把它打开来看 外贸结构不断优化 不处表面在两个首次突破 一个是新三样 我们讲的 新能源车 光举和电池 新三样 出口首次突破 一万亿 分涨了 30% 这说明我们的出口上平结构 在持续优化 二十亿有进出口实际的经营主体 首次突破了六十万家 达到了六十四年五万家 说明外贸经营主体也在不够的 壮大平衡 这个大家都很关注 总的来说 我们今年外贸发展面临的外部形势 将会更加复杂严重 这一方面 需求不振 世界经济仍然的地理 国际货币基金主持预测 全球经济增速将降至2.9% 可能你们也会看到其他的 我们也看到 第一个预测到2.9% The IMF estimates that global economic growth will decrease to 2.9% 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利益冲突加剧 外溢的风险先终上升 比如最近 大家都关注到 红海的航运通道收入 这被国际贸易造成了干扰 但更要看到 我们外贸发展的人 具备诸多的有利消息 比如我们外贸产业的竞争力 在不断地提升 新业开心模式在彭博的发展 数字化 绿色化 绿色化冰程 加快速度 等等 如果是中央经济贸易 早在去年4月 我们提供出来了 外贸很规模优结构的意见 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将持续抓好落实 同时我们根据今年的新形势 新任务做好政策研究储备 Based on the new situations and new tasks this year we will also explore 前段时间我们对地方和企业提出的 一些建议和诉求 进行了摸底 目前正在抓紧新任的政策研究评论 争取竞争图台 这样的话就以原有的政策 形成组合权或者叫别家组合 更大程度地发挥 新的政策和意有的政策 一种协同效应 二十加快培育新动能 具体来说 就是要向产业要竞争力 以图我国产业基础完成 制造业门内齐全等优势 拓展盐材料半成品 等中间品贸易 还要向创新要活力 促进跨境电商 保税维修市场产口 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还要向改革药动力 制定绿色低碳产品 拧出口货无陌路 加快推进国际贸易单据数字化 推动贸易绿色发展 和全链的交易 数字化转型 第三个我们想想 是助力开拓新市场 外贸行业 先锋邮件不如一次见面 为此我们将继续办好 我们要做的第一个方法 就是要采放进口的兴趣 我们不但要触口 我们不但要触口 我们还要扩大并客 应该说市场是最稀缺的质言 我们有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 也为各国的企业局 广队的市场空间和各种地域 我们将扩大优质消费别人 先进技术 重要设备 关键零部件进展 增加能源自然产品 和国内地区的 农产品的进口 发挥好 将进国会 重要的平台的作用 拓展多元化的进口 绝到提升进口贸易的便利化 做好国家进口贸易的创新 这些工作的目的 就是要把中国的超大规模的市场 达到成为全世界共享的市场 继续为国民经济 发展和产业经济的富庶 做了轻的动革 谢谢 谢谢 那边第四排 对 彭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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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翻译一下 彭博新闻社记者提问 我的问题有关于中国的外资 日前 日前 中国政府出台了 关于扩大吸引外资力度的 24条政策 近期 日本商会有关人士 表示 中国政府在确保个人所得税减免 以及便利签证申请方面 已经做了一些工作 然而目前还有其他领域的 具体事项 尚未落实 此外 关于跨境数据传输新规 目前也没有更进一步细化的规则 我的问题是 请问商务部目前打算 采取哪些具体措施解决企业的上述关系 好 这个问题还是我来回答吧 去年呢 国务院引发了就是你提到的 关于进一步优化外资 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 也就是大家平常说的24条 正常发布以后 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和这个地方 进步系化工作任务 落实是具体的预措 时间的进度 并通过新闻发布会 外资企业 原作会等产科 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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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具体来说,这59项当中已经完成的10项,许多阶段性进展的有28项, 现在持续推进的有21项,什么是59项。 刚才你讲到的,比如说外资个人金股贴免税, 还有向外资研发机构采购多产设备退税, 这些政策已经延续,延续到2027年, 再比如,向新版外国人永久居住, 这个永久居住,身份证的政策起用, 还有外国商务人士来华工作生活指引, 这些都为外国朋友在华交通,出行生活消费, 这些便利度是提升的,这些都在中国。 你刚才讲到了规范和促进数据快速度规定, 我可以回答你,这就是我们的主管部门正在抓紧配动,出带。 我们的主管部门正在抓紧配动,出带。 我还想说的是,外资二十四条落实得好不好, 有没有效果外资企业是最有发言权的。 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和座谈会等形式, 是了解外资企业的真实想法。 我们现在在做评估。 跟外资企业通过问卷调查的评估。 这二十四条五十九项到底落实得怎么样, 有没有作用。 目前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和座谈会形式, 和调解企业的想法。 超九层的外资企业的评价是极其正面的。 当然,大家也提出了不少的意见和期待。 我们都高度重视,将在下一步的工作中与追击。 我们将在下一步的工作中与追击。 商务部呢将继续推动更向举处加快诺调效。 即使通报外资企业都变关注的, 我们也了解到政府采购。 标准制定啊,投资便利化等方面工作的情况。 我想这里告诉大家, 外资企业遇到任何困难和问题, 都可以通过商务的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办。 这是一个图计。 二,外资企业援助会是第二个图计。 第三个是线上。 我們有一个外资企业的问题。 给困难和问题的时间。 在中央经理系统和系统通过系统。 所以我们会继续推动。 我们会继续推动。 我们一起通知的问题。 要求和解决。 提到动问题的问题。 坦定的绘势。 谢谢 南方日报南方家记者提问 2023年RCEP全面生效 中国还和多个国家签署了自助贸贸协议 私贸朋友需要不断扩大 请问在贸贸区建设方面 我国取得了哪些进展 下一步商务部将采取哪些措施 来推进高标志的贸贸区建设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standard FTA FTA development Vice Minister Wang Xiongwen, please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In his report to the 20th the CPC National Congress National Security Xi Jinping called for expanded high-standard FTA network that is global-oriented 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s and plan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MOFCOM has been very resolute in the implementation Last year we took measures and our workforce effective like Minister Wang Wentao said in 2023 in terms of the negotiating and signing of FTAs we created a new record Our newly signed FTA reached for a number with the Ecuador, Nicaragua and Serbia We also signed a protocol on upgrading FTA with Singapore and we also completed the early harvest negotiations with Honduras for FTA So far we have signed 22 FTAs with the 29 countries and regions which cover a third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Besides in terms of our contents and high standards we also made new headway with increasing levels for example in our FTAs with Nicaragua and also the upgraded FTA with Singapore we made high-standard commitments on services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he form of negative lists A first in our FTA negotiations Besides in our FTA negotiations standards cooperation and digital trade documents have become new staples of FTA negotiations You mentioned RCEP It is definitely noteworthy Since its entry into sports two years ago RCEP has continuously released this small協定的伙伴 帶来了实际在在的收益 去年 我们和RCEP 14个成员国 进出口额 达到了 12.6万亿人民币 比2021年 这个協定生效之前 要增长了5.3% 其中 中国对RCEP 成员国 其他成员国 出口增长了 46.6% 比同期 我们对 中国对全球出口增长 要超过 4.6% 特别值得一起的是 中国出口的 大家也比较了解的 新能源汽车 锂电池 官服产品 这些出口表现 更加亮眼 在关税减免方面 去年 中国企业 在RCEP 向下 我们享受到的 进口 减让的税款 达到了 23.6亿人民币 同时 RCEP的自贸伙伴 他们的 进口企业 成中国进口产品 享受到的 优惠达到了 40.5亿人民币 那么这是商法 互利的结果 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还帮助 地方企业和行业 来享受好 这些字幕 协定的好处 与此同时 我们也在积极 推动加入 前面进步 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 是CPTPP 和 DIPA 数字经济伙伴 优优优优独播 在 我们将努力完成和东盟自贸区3.0版的谈判 我们下周就要在韩州取行这一谈判 我们还将完成与宫都拉斯的谈判 与秘鲁的自贸协定的政治谈判 继续推动加入CPTPP和DIPA 此外大家也关注到的 我们还会和海河会新西南 韩国瑞士来进行自贸的出事谈判 或者生机谈判来进一步落实二十大报告 里面提出来的 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的自贸区的网络 那么在高标准方面 我们还会增加一些新的 包括提高货物贸易 零关税的比例 以负面清单的方式 全面推动服务业和投资的开发 包括扩大电信 医疗等服务业的开发 扩大富质产品 市场的准路 我们将这些 富质经济 绿色经济 标准认证 政府采购 这些高标准的经贸区程 纳入到我们新的自贸谈判 会去 谢谢你的提问 继续提问 第3排那位女记者 The lady in the third row 谢谢主持人 总台央视记者提问 我们注意到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 商务部提出 今年将以消费促进年为主线 推动消费持续拨大 能够具体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谢谢 继续提问 你刚才提的问题是 这个消费促进年 推动消费持续拨大 我就具体的介绍一下 我们准备做哪些工作 我们想呢 这个今年 一个是办好消费促进年的 一系列的活动 去年我们为劳 恢复和扩大消费 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取得了写的 今年我们将 紧扣 紧扣 中央经济 持续扩大 持续扩大 这个关键词 增强消费市场 维生市场 所以我们将 今年呢定为 消费促进年 去年叫 消费提振年 今年叫 消费促进 这个围绕的 持续扩大 这个关键词 我们将与 相关部门和各地方一道 举办各类消费促进活动 营造 荣厚的消费氛围 为居民啊 提供更多元 更丰富的 消费体验 比如说我们将 突出 节零实力 节庆实力 结合传统的 节日 供修节假日 等消费旺期 组织举办 像网上年货节 树商新农 庆丰收 冰雪消费季等活动 现在正在举办的 也请你们关注的是 网上年货节 再比如我们将 突出地方客舍 指导和支持 各地发展 优势 贴合地方的 特色的民署 培育标志性的 一些活动品牌 像经经济 消费剂 上海的 予购物件 浙江的 哲理台消费 还有 重庆的 爱上 浙江 这个上市 时尚的上 充满 这些 具有地方特色的 品牌 第二呢 我们将推动 汽车 家电 以旧换新 今年这是一个 消费的 促消费的一个重点 我们做了一些 我国的汽车和家电市场 已经从单程的 增量时代 进入到 增量和乘量 并成的时代 2023年 我们的汽油保有量 汽车保有量 是3.41辆 冰箱洗剂空调等 主要品牌的家电 保有量超过 30亿台 更新换代的 需求和潜力很大 也就是说 有一些家电 十多年 二十年 所以它的潜力 还是很大 同时我们也看到 汽车 家电 这些消费 一旧换新 它是一个非常细腾的 一个工程 它需要 产品销 上下游 正起码 正起码 线上线下 协同联动 中国市场 我们将加强 支持引导 以提高 技术 能耗 排放 这种标准为 潜移 推动打通 已就换新了 一些难点 误点 稳定和扩大 产品消费 更好的满足 消费品 关心 甚至需要 但这一切 都是在 增重消费者 和执愿的基础上 来推进 二是三是 促进 国货 草品消费 前面我听讲 国货 国货 草品 现在 优责的国货 是存在着 民主的精神 和优秀的传统文化 和草品 代表着 时尚消费 品质消费 的尖端潮流 我们看到 国货 和草品 两者是 跨界 现在是在 碰撞 交融 已经揭发出 居民 生活和消费的 新热点 商务部将 持续关注 国货 草品的消费 也开展了 一系列相关的工作 比如说 我们从 16年以来 不处的 中华 自豪的 人的 群众 去年呢 完善了 有进有处的 动态 管理机制 就在 自豪的管理性 动态 有进有处 我们移出了 一部分 长期经营不上 一些品牌 但是呢 我们 按照 不一定 标准 已经进了 一些 新一批的 三百多个 中华之后 这些品牌 产品很多都是 我们 所能详的 国货 他们 摄影时尚化 定制化 个性化的 消费需求 推出了 不少的 草品 深受消费者 特别是 我们 现代的 年轻人的 喜爱 今年 我们还将办好 老字号 嘉年华 和老字号 数字博物馆 通过这些方式 推动老字号的 保育传承 和重新 为国货 草品消费 后制 文化 的商业 事实持续优化 消费环境 中国家的 城市和 农村的 消费环境 流通 设施发展水 几十五天 所以 我们要采取 不同的 设计方式 政策 来 知道 我推进 在城市 我们继续推动 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的 北域建设 足够完善 以 不平洁为盈利 智慧商圈 为支撑 变民生活圈 为基础的 打造一个 城市的 商业提设 不断提升 城市的 消费能力 在农村 我们是 实施 限于商业 三年成功 加快补期 乡称商业 短板 构建 实施完善 双向盛窗的 农村 流通网络 城市是一个 城市的 商业提设 农村是一个 农村的 流通网络 我们要促进 工业品下乡 和农场品进程 和 農村的 来支撑 持续释放 农村的 消费的 潜力和活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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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是CNBC记者提问 2023年 中国性外资规模有所下降 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了 今年商务部对吸收更多外资 会采取哪些投资 有哪些比较重视的利益提醒 和其他方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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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 也是一个热议的一个问题 我愿意做一些比较详细的关系 我愿意做一些比较详细的关系 关于中国性外资规模 他说呢 他说呢 远远远远备 远远处以近年来的高位 去年中国设计使用外资是1632.5亿美元 这么人民币是1.13万亿 虽然公比出现下降 但是我正如前面一开始就讲 我说时间拉扯 规模上仅持有两个比较特殊的年份 就2021年和2022年 目前是632.5亿美元 处于历史第三高 我们把结构打开来看 我们不仅看数字还要看影子的结构 也就是我们要分析它的质量 我国的影子结构持续优化 高技术产业影子三比达到了37.4% 以2022年提高了1.3个百分之十深 比重也创下了历史营销 我们特别关注制造业领域 影子占比同样的提升了1.6个百分之 达到了27.9% 另外因为外资有一些项目 它就会影响一些波动 特别是大的项目 同样还会影响一些国别 而这国家今年正好是投资了一个大的项目 所以它的国别排名就会出现变化 所以它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对我们看到的国别排名来看 像加拿大 英国 法国 瑞士 荷兰 这些发达国家对华的投资是大幅增长 欧盟 美国 日本 在华的新色外资企业数 Switzerland, the Netherlands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grew drastically and EU, US and Japanese investors established more new FIEs in China and Western Fluctuations in FDI statistics are normal phenomenon 以及明年后年的一个波动性 长期看中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特别是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particularly China is committed to the basic national policy of opening up 我们坚信 中国也必将持续成为外资投资的活动 而去年我们根据中央的部署商务部 派来投资中国年的招商引资活动 而去年共主办了重点活动 20厂 这个各级带动了各级配套活动 Movcom launched Invest in China Idea Business Promotion Activities 我们还建立了 前面已经讲过 外资企业援助会议 进一步加强与外资企业和外国商业会 常态化的交流沟通 我和我的同事们去年 我们在部层面上 开了15厂援助会议 有400多家外资企业和外国商业或传家 我们就是面对面的 外资企业的一些建议 还有一些诉求 并帮助推动解决 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外资企业说 这些活动啊 也许问题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非常重要的 是展现了中国一种开放的一个决心 欢迎外资和开放的决心 我们认真地倾听 并且愿意来推动问题的解决 也看到了我们政府的 五十高效的主峰 更加坚定地对中国市场 中国经济的信心 有外资企业说 下一个中国在哪里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将继续选择中国 仍然仍然中国 我们在去年投资中国年级 基础上呢 我们今年就是打造 开始要持续打造 投资中国品牌 初步考虑呢 我们在境外将有20多场 境内外 境内外将有20多场的 召商引资众元活动 包括一场标志性活动,也就是投资中国2020峰会,有十场境外活动和十二场的境内活动,我们还将支持地方在投资中国这个品牌下面举办一些结合自己虚伪优势资源禀赋产业特点的一些配套活动, 我们也会提供行程对全国营兹的一盘期,在座各位的媒体可能去年关心过或者也报道过投资中国年,我们也恒请今年继续报道我们投资中国的系列活动,希望你们做一些全方位和深度的报道,也感谢你们提升我们这些活动的影响力。 此外,在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的同时,我们还将继续洛适合去年初台的, 线上的一个外置协议问题数据办理系统, 外置协议援助会,我这里再补充一下, 我们已经确定每月去办一场,将分不同的行业, 与不同的行业,与不同的地区或者国别,与不同的商会, 我们已经排了一个至少有每月一次十二场, 针对不同的行业,听取的意见,让我们的援助会议计制成为与外置企业坦诚沟通, 务实交流的平台,也为了让外置企业能够更好的终于放心安心, 这就是昨天,日本,刚才有记者提及,在日本的企业反应上, 与企业反应上,昨天日本的经纪代表团来了,下午跟他们进行做事, 他们都希望能够在中国安心放兴的发展, 我们也愿意让包括在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所有外置协议计划, 能够在中国安心放兴什么, 也就是说,要努力实现外置企业提出的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谢谢大家。 谢谢请问,谢谢请问。 谢谢您,第三排,这位记者,这个。 这个,对。 谢谢主持人,香港紫金法记者提问。 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丰富团堂上, 申布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 请问习近平在专好八项行动落实落地, 升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互联合作上还有哪些新的考虑和举措? 這個問題是我們過題的同作回答 謝謝這位記者的提問 去年10月呢 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報告論壇 在北京成功舉辦 習近平主席發表了重要講話 宣布了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發向行動 這位開啟共建一帶一路下一個金色十年 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更本則訊 那麼在過去的一年商務部會頭有關方面 我們紮實推動一帶一路經貿合作 取得了新進展和新成效 我想呢主要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 一是規模穩步擴大 2023年我國與共建國家的貨物貿易額 達到19.5萬億元增長了2.8% 占外貿總額的比重提升了1.2個百分點 達到46.6% 我們對共建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 2240.9億元增長28.4% 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9305億元增長9.8% 第二呢是質量不斷提升 比如節能環保類的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增長了28.3% 一批標誌性工程和小而美項目順利推進 我們還組織實施了各類援助項目超過700個 三是合作更加緊密 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 我們成功舉辦了貿易暢通專題論壇 與30多個國家共同發布了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 國際經貿合作框架倡議 全年新簽了綠色、數字、藍色經濟等領域的 投資合作備忘錄23份 截止目前已經累計於22個共建國家 建立了貿易暢通工作組 與55個共建國家建立了投資合作工作組 四路電商的夥伴國已經增加到了30個 接下來我們將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的重要講話介紹 確實抓好八項行動的落實落定 推動一帶一路經貿合作不斷走深走勢 我想我們下一步著力是抓好四個生化 一是深化貿易投資合作 在貿易方面 剛才文桃部長也講到了 我們會積極擴大進口 我想這就包括我們積極擴大自共建國家的優質商品進口 促進貿易更加均衡的發展 我們還會積極拓展服務貿易 更好的發揮中班列、陸海新通道等重要的貿易通道作用 在投資方面 文桃部長剛才也介紹了我們做好外資工作的相關考慮 我們也會切實地為共建國家來華投資提供更加優質的環境和服務 歡迎共享中國發展的機遇 同時我們將鼓勵企業創新對外投資的方式 包括擴大三方或者多方市場合作 推動境外經貿合作區提制升級 二是深化合作項目建設 統籌推進標誌性工程和小而美銀生項目 我們將與共建國家加強溝通對接 共同建設好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項目 民眾的項目落地 而更好促進共建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 三是深化新領域的合作 比如在綠色領域 我們將持續擦載 共建一代一路的綠色底色 與更多的國家先屬綠色領域的投資合作備忘錄 福利企業、深化、綠色基建、綠色能源、綠色交通等務實合作 在數字領域 我們將拓展思路電商合作 加快建設思路電商合作先行居 也辦好的第三屆全球數字貿易博覽會 四是深化合作成果落實 我們將全力落實第三屆一代一路 國際合作報告論壇的經貿成果 落實並推廣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 國際經貿合作框架倡議 推進中非經貿深度合作新情區建設 與東盟國家共建經貿創新發展示範園區 同時與更多的共建國家 商簽或升級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保護協定 為高質量共建一代一路 提供更加有力的機制保障 謝謝 繼續提問 後面第五排那位外國記者 請翻譯一下 美國國際市場新聞社記者提問 2024年商務部預期中國加入CPTPP的申請 將有何進展 今年將採取什麼措施來推進加入進程 好 這個問題請我的同事王秀文同事做個回答 好 謝謝你的提問 這個對中國加入CPTPP這件事呢 我們非常重視 我們組織了相關的部門產業 對CPTPP的所有的條款進行了 成分的全面的深入的評估 那麼我們還對CPTPP裡面所涉及到的 後務貿易、服務貿易和這個投資 方面的一些規則也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我們的結論是呢 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 來達到一個CPTPP所確定的高標準 所以我們有信心有能力 來達到這個高標準 那麼為此呢 我們去年啊 專門準備了一個中國加入CPTPP的一個交流文件 對我們的涉及到CPTPP所有義務方面的事情呢 做了我們的立場的情況的介紹和解釋 這個文件呢已經給了CPTPP的所有的成員 你問到今年我們要採取什麼樣的一些措施 我想說呢 第一我們會繼續在各個層級和CPTPP的成員 進行充分的交流 包括利用G20、APAC這些多邊的國際會議的場合 來和我們CPTPP成員的這些國家的同行們 進行深入的交流 第二呢 可能這位記者已經注意到 在2023年 我們根據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 對照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規則 包括CPTPP的這種規則 出台了兩個非常重要的文件 一個文件呢叫做 關於在有條件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 四點對接國際高標準推進制度性開放的若干措施 第二個文件呢是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 推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高水平制度性開放整體方案 所以我們對標了這些國際的高標準 制定了我們國內的制度性開放的一些措施 來在中國進行實踐 如果取得了好的效果 我們還將進行進一步的複製推廣 所以地外我們繼續加強交流 對內我們來加強四點和試驗 所以你問我的期待 我相信 今年我們加入CPTPP的條件更加成熟 謝謝 繼續提問 這邊中間吧 第三排中間這位女記者 謝謝 我是鳳凰衛視的記者 去年的中美元首會晤可以說 開闢了面向未來的一個舊金山願景 我們也關注到去年面中國商務部和美國商務部 也建立了各層級的溝通交流機制 想請問商務方面如果看待今年中美經貿的走勢 另外在經貿合作方面有哪些具體的考慮 問一個較強型為成立亞成立亞成立亞成立而言 多少場合作公費和美國商務部相關 ? 一家的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协议,我们两个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双方是负责重要的贸易伙伴。 中美经贸合作的内容亦从单一的贸易,扩展到经济的各个领域,为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的贸置提升,出售能够签,然后回答有金山, 这个去年十月月,中美援手在旧金山成功会议,形成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为两国的经贸关系发展指引的方向,有力地增强了两国工商界,开展经贸合作的新兴和领域。 我们始终认为,我们始终认为,中美在经贸领域的共同力远大于分析,双方应该加强对话共同,努力帮助企业解决在开展物色经贸合作中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听到企业,特别是美智企反应,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中美关系,担心中美问题被政治化。 比如说,美智企业跟我们说,现在要去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这个,没有质疑。 他们还希望,我能够有适当的场合,把这个问题带给我的美国同好。 还包括有些其他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包括加征关税,大幅提升经营成本,还有双向投资的限制,就是对外投资,也有我们对美投资的双向限制,导致市场整容受阻。 自身和合作伙伴因为制裁的一种不确定性,对自身以及合作伙伴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合规成本就被大大的提高,经营的可预期性会被大大的降低。 这些都是我们未来需要讨论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双方解决的问题,我们是有很大的证明,来推动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 下一步呢,我们中方愿意从美方认真落实好两个元首就经三会议的共识,充分发挥。 刚才提到的,我们两个商务已经建立了一个沟通交流机制,对沟通交流机制的一是我们的部长级的活动。 二是我们副部长级每年两次会议,包括副部长级每年两次会议,包括副部长级二十四有个王宋文同志。 还有我们四局长,有个月度的磋商,以及我们的出口管制,有个信息交流机制,保持定期沟通,可善管工分析,增加一级五级。 可以动物质合作,努力为两国的经贸合作,特别是企业稳定和预期,扩充一个良好的环境。 还有不少记者举手,我们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 谢谢发言人,南方都市报记者提问。 2023年,中国的跨境电商进出口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具体呈现哪些特点? 中央经济部的会也强调要拓展跨境电商出口,商务部在新的一年对此还会开展哪些具体的工作?谢谢。 中央经济部的发言人,中国的跨境电商进出口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 中央经济部的发言人,中国的跨境电商进出口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 跨境电商就是外贸的一个新动能之一。 刚刚文涛部长介绍到我们去年外贸实现了正增长。 在这个正增长过程中,跨境电商作为外贸的新动能,可以说功不可获,使得非常重要的个影响。 比如说在规模上,去年我们跨境电商出口进出口达到了2.38万亿人民币,增长了15.6%,这比全国的增长速度要高出了15.4个百分比。 而且在这个新动能方面呢,跨境电商的主体在不断地增长。 我们出乎统计,现在全中国有外贸进出口实际的企业,64.5万家。 其中跨境电商与业务的有10万家左右。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职力量。 而且在跨境电商方面呢,我们的生态圈在不断地优化。 我们的跨境电商的平台,大家以前只知道美国有跨境电商的平台企业很有名。 现在中国也有非常强大的有名的跨境电商平台。 它们的应用APP下载量名列全球的前茅。 就是平台,我们也有成熟的平台。 我们还有海外仓。 现在我们的海外仓到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1800个。 比2022年增加了200多个。 我们在跨境电商它要快。 我们的头层货机去年11月底已经达到了255价。 比2022年增加了3价格。 所以我们的生态,跨境电商的生态在不断地优化。 另外一个成绩就是我们的品牌建设也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比如说跨境电商它最好的一点就是它绕固了直接与中国出口企业的品牌面对国外的消费者。 到去年年底,我们注册的海外商标超过3万个。 2022年底只有2万个。 今年呢,我们继续要培育跨境电商这个外贸新动能。 出国有以下几个措施。 第一个措施呢,我们要出台一个政策。 叫做拓展跨境电商出口,推进海外仓发展的一个政策文件。 第二呢,我们要发展跨境电商加产业代。 鼓励传统外贸企业转型跨境电商。 支持头部企业带动上下游供应链协同发展。 依托各地的跨境电商产业园图化更多的出串企业。 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加强行业的交流培训。 昨天,我们在深圳组织召开了一个跨境电商海外仓的现场会。 我们邀请了政府部门行业代表和跨境电商的企业代表, 包括平台企业、电商企业、海外仓企业来共同交流。 今年我们准备加大培训的力度。 而要培训10万人次,我们还会出台跨境电商知识产前保护的指导。 所以在跨境电商发展过程中,我们要确保它在头层、尾层、支付、营销、海外仓、 各个渠道都能够尊重和保护资产权。 刚刚婷婷副部长也提到了一带一路的合作。 跨境电商是我们一带一路参议中中国与共建国家开展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但我们将支持跨境电商中市区输入电商合作先行区这些国际交流。 所以我们相信今年跨境电商作为外贸新动能会发挥更好的作用。 谢谢。 谢谢各位发布人,谢谢各位记者朋友们的参与。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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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